大概口文 修辞法的第十七个象征 先来看定义 任何一种抽象的观念 情感 与看不见的事物 不直接 很多时候修辞法 就是为了避免太过 直接 因为我们有说过 文贵曲 因此有很多写作的技巧 都是不直接的 看到之后 你就更容易去明了 简单的一句话 为什么要故意讲的比较难 文章如果比较曲折 比较能够表达委婉的情感 或是引人思考 由于理性的关联 社会的约束 从而透过某种意象 因为理性 因为社会的关联跟约束 让我们不容易可以直接说 这时候要透过意象 作为一个媒介 间接加以成数 就称作象征 这是黄庆轩 老师在修辞学这一本书里面下的定义 蒙点 教育部的蒙点 也引用这一个说法 以物真事 用物体 来象征一个比较抽象的事情 通常象征的都是比较真挚 这个挚是深 比较真挚的情感 感情 或是更为深刻的寓意 这个寓意是寄托的意思 通常象征会产生的结果 可以让你有深刻的寓意 在象征手法使用之后 可以让你有联想 比较倦勇 讲白话一点 这个倦勇就是会让你一读再读 反复咀嚼或者是回味 会用比较简练的方式来呈现 避免抽象的情感被讲得太过的复杂 也会让你更有形象 例如电影结尾的时候 有一只白鸽飞起 我们看到这个白鸽 我们就联想到 啊 战争过去了 和平到来了 但这样的一个联想 这样的一个联想法 它不是像辟喻法的A像B 它绝对不是和平像是白鸽 而是它透过了整个故事前后的铺垫 透过很多手法 也许前面有鸽子受到迫害啊 鸽子吃的食物没有那么好啊 最后这个鸽子的飞起 或者是整部影片的色调都很灰暗啊 主角们的脸上都很脏 最后用了一个洁白的鸽子 来引起我们的关注 让我们去联想 啊 原来这边的白鸽飞起来 它象征的是一个和平的世界到来了 我们举实力来说明 国旗的青天白日满地红 青天象征的是自由平等 满地红象征的是博爱 背影 国中的国文课一定都会选这篇文章 文章里面的橘子 爸爸爬过月台去帮他买回来的橘子 还有紫毛大衣 这些都象征的是负爱 紫毛大衣象征的是负爱的温暖 他去买的橘子回来 把橘子全部通通都给了作者 这个橘子象征的是负爱的毫不保留 当然我们这边只是讲的比较明显的 象征其实可能更深刻 有更多的元素 这边只是举个例子 齐君的记这一刻 它用来象征什么呢 法象征的是仇私 记呢是法节 所以象征的是心节 所以母亲和姨娘之间 新旧的法记的样式不一样 象征着母亲是旧爱 而姨娘是心宠 到最后 不管是旧爱还是心宠 随着时间过去 两个人的头发都由多而少 它也象征的是年华的逝去 也象征的是这个仇私的 慢慢的变少变淡 而作者会帮两位书头 这个书是一个礼 书的是头 但是书里的其实是心情 化蝶 这是梁柱的故事 梁柱的故事会这么受到欢迎 他们两位合葬之后 从坟墓里面 从坟墓里面飞出了一对蝴蝶 能够感动很多人 引起共鸣 象征手法产生的深刻的寓意 就不是简单 而且直接的辟语法 能够完成的 好 我们下一个影片会来讨论一下 象征跟介域到底差在哪里 有人问我 他说象征会直接讲一个东西 我们前面有讲到 这个以物来增视 那辟语法里面的介域 他也只是用一个物 来说明 这两个容易考 这两个容易搞混 下一部影片 再来厘清这个概念 如果你觉得这影片对你有帮忙的话 记得订阅按赞分享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